然后就是焦头烂恶 忐忑不安 焦头烂恶 然后就是心里踏实多烂 这个就是心高采烈 那你有没有觉得秋高气爽呢 无垠密布 这陈宇你看 陈宇不像甩甩像露出来的 这不得了 陈宇是我儿子教我的 哦 你们家倒过来的 哦 这个可以 不错 你很可爱 我估计天亮之间 他们会一直让你这样站着 天亮了我肯定就成都了 坐飞机回去 你来的时候是什么 火车 那么为什么回去是坐飞机呢 明天夜长梦多 受不了了 梁女士 你有准备表演的节目吗 就是我学了50多首 闽南语 50多首 哎呦 这个要分上下级了 两个老师唱的肯定是八门弄斧吧 那你为什么会偏爱闽南歌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字 然后就是唱歌要把字唱错 闽南语嘛 但四川那边还活得到几个人 到这边就活不住了 好 开始 音工师来点音乐 大声一点谢谢 4号 4号 5号 7号 7号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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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 7号 你少了一个 七你变成六了 不错 除了那个七 你变成六这样 因为手指差两个的 我一丢就这个话筒 就掉下去了 这个杨女士 你走近以后我才发现 她太有创意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是用编织袋做的 编织袋做的 你早就看出来了吗 早就看出来了 你不提醒我 这是没有职业道德的 我怎么知道 你还看不出来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我自己做的 你的手很巧 你是不是装成没文化 其实很有知识的 这除了不认识 自而无意 大概什么都做得到吗 自毛衣嘛 然后就是做衣服嘛 虽然做不出时装嘛 但是做得出 有裤子的 有衣服的 我还有一个小品 就是我表演的 就是这个装衣服 头顶锅盖 顺穿麻袋 腰酸鞋带 手拿泡菜 我就是东方不败 我就是四川扎菜 是不是 舒坠 你唱得烂 但是你的表演很赞 但是你的表演很赞 他今天应该表演脱口秀吧 你不是来表演唱歌的吧 我表演唱歌 不不不不 你可能搞错了 你表演脱口秀吧 我还是表演唱歌 我求求你说你表演脱口秀好不好 脱口秀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来接受我们点评的 还是存心来考核我们的 你这么想 我大概就是这么做吧 请注意 现在有一 不明身份的四川朋友 潜入上海 头顶锅盖 生气麻袋 对海派亲口下多手 小叶 思惠我觉得你让我想到四个字 什么字 你猜哪四个字 装锋卖手 思惠我跟你有一个共同点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洗碗 真的 你第一份工作肯定是读书 我错了 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我人生的第二份工作就是洗碗 真的 那是你在实习 不是不是 可你完全在人生定位 因为那时候我在日本 刚刚就是我去念书 然后我日文不够好 所以我就到餐厅去打工 暑期打工 我就去洗碗 那你就是半工半读 那你就是半工半读 哈哈哈哈 好 清楚 其实我洗了大概 坦白说就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受不了了 洗起来的时候很难洗 有一些勾欠的食物就扣在盘子上就洗不掉 我还得拿指甲去抠 好 就你们不会了解洗碗工 那洗碗工是没有指甲的 好 又错了 哈哈哈哈 对所以我就说 就是你是怎么可以这么乐观向上 我一般是钱掉了千多块钱 我才伤心 伤心了就瘦五斤 那就说他一般都很开心 除非掉了一千块钱 掉一千块钱他就瘦五斤 他多也不 就差不多就两百块一斤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人活着还有工作都很开心 根本不算辛苦 是的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想挣更多的钱 要买个大房子 书俊 我现在这边就代表这个台湾所有的朋友们 我想办法邀请你到台湾来这样好不好 如果是免费的我就去 如果是要钱的 我自己付钱请你来 好 好吗 我就等到那一天嘛 你开车来接我 我要跟你说 yes 谢谢 小姨 yes 理论上你已经成功了 我这个yes或者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多一个yes吗 工资会高一点 那对我来说呢 就是两点晚都洗掉了嘛 我再多洗一个又是什么呢 我的心态跟 其实你的心态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我的心态现在跟你的心态是一样的 我用一种非常复杂的 我们就是新年新嘛 心心相应 对对对 虽然我对你非常依依不舍 因为我觉得你下一秒钟随时随地在给我们快乐和奇迹 所以我现在我快点给你yes 抓你你成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这样就要回去了 是 回去是为了让你更彻底的过来 期待你的精彩 谢谢 再见 再见